這次要來進行平等的就是進行封測的擊倒一忍者 這款遊戲的話本質上是一款放肆類型遊戲 嚴格來講算是相當有創意的 它就是把所有的關卡就是一之一一之二那個直接省略掉 像我們這個第四章好了 它有44版如果是以前的放肆推關遊戲 你可能就是掃蕩就是跳過戰鬥或者是一關一關推 它不是你只要把隊伍派進去了以後 它直接開始自動推了 從第一關打到第44關 平均如果你的角色強一點的話 那大概就是一關一分鐘吧 角色弱一點就是一關兩三分鐘 由於是平等影片所以相關的玩法內容就不會說太多 有興趣的話可以看我遊玩三天的總結影片在下方留言區 那這些地方我們就稍微略過吧 招目部分呢 其實它在封測期間第二天有送300抽吧 有6萬轉 這個機率啊是低的可以相當低喔 300抽當時我只中兩張SSR 而且還是一模一樣的 從活動這邊就能看到了 是第三天它送了六萬顆石頭 十年抽是消耗兩千顆嘛 所以換算下來是300抽 至於在評論部分就是這個樣子喔 6萬轉一堆垃圾啊 這款都是抽到 古珀300年抽啊 所以這款遊戲的話 再進行封鎮啊 其實缺點還是挺多的啦 但是我覺得本質上是在於它玩法 過於單調又無聊 一天下來 你有很多的時間就是 領取放置收益 然後稍微的強化角色 強化完角色了以後你就下線了 就像這樣子強化角色 你看按了三次而已喔 其實我已經五個小時左右沒有上線了 而在戰鬥部分啊 除了可以切換角色之外 然後你也可以控制角色 甚至是放大招啊 一開始會被這種模式給驚豔到了 但是你在操作是無法拉近拉遠的 整體這樣子玩下來 當你看了習慣以後 就覺得還好普普通通 角色的部分也不是說特別香啦 雖然它的畫風很不錯 對於這款遊戲只能給予R品質吧 希望它未來越做越好 千萬不要記得推出這款遊戲喔 我覺得大概改一改明年推出剛剛好吧 那麼本次的評等就到這裡吧 大家拜拜